說服輪這七年當會等等比較細部的場合 戰記包包說拉保險 推銷等等工作 我都開始接觸 我要穿衣裝 最近表面非常端端正義 跟他們不推銷 只要過渡住我發光 說我是一個這麼厲害的學生 這麼戰兵的人 可是後來我覺得玩具不夠快樂 因為我發生說在生活裡面 當我遇上下雨的時候 在參與的工作過程裡面 我一直努力的工作 可是我沒有辦法得到我的生活聘手 沒有辦法買到生活聘手 因為我不能當作聘手 所以有時候我會開始懷疑自己說 我要繼續承擔壓力 然後他只會懷疑他的意義 那可是當我穿的衣裝 是那些大人民的場合之後 我說很不快樂 因為他就像價格一樣 他 他代表槓桿的機會 你要通過自我包裝 來獲得更大的收穫回報 而去國度安慰平均 因為我有一個平均生活 那請問各位文化王國 拼過股票 那股票我們都知道他在裡面 因為一個公司的價值 跟股票的價值 你不來的時候 他的股票是不平的 那如果他太高 或是太低 高一低或是他的價值 或者是泡沫花 那前面講到的價值 有價值的固定 有一定從這裡得來的 就是說 假設我的征活條件 就是我的工作能力 我的精準的價值 能夠完蛋 能夠完結我的征活 這個人手的時候 他是剛剛好 就是這個點子 他是剛剛好 但是活的時候比較穩定 而且有余力去遮授其他東西 那如果我的亚迪高于亚迫的时候 我赚的钱比较没有办法 那比如我的能力 这个不符合我的能力学生 如果我的能力那么好 可是我只能拿这个点钱 那就不太可以 那如果我听亚迫高于我的能力学生的话 其实我的妈生也会拿得很清楚 那如果我才会觉得 我们要遵守这个痛的平衡 它才会是比较好的状态 那曾经我在 就是回到刚刚的故事 我躺在床上 登陈的时候躺在床上 在试考 我在里面不要做 在过哪些工作的时候 我把总之看到了一段话 他说 没有异化的人很多人知道 因为他们很久 就看不到一分钟 而成功的人总之在不断的手机成长 因为他们有在刮划他们的分钟 其实这个多久 我就觉得 人家肝酷 有没有 有没有 就觉得说 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 所有的他的逻辑 只要不断什么 可是我们很难做到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特地设定的产业的目标 所以我们特地设定的产业的目标 但是这些也不打保证 绝对我都会走 你们认同吗 就在我讲的时候 我会说 爸爸妈妈 我长大后要当太孙典 我要当美国孙典 可是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的成长过程 给了更多的应用之后 我们的目标才会更改变 除了说 我们要怎么去不断的绝对中成长 来规划自己的产业呢 我得出了一个评论 就是说 没有经典 没有说的产业 我们没有办法规划 这样一个产业的产业 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会错过 我觉得我们要追求一个目的 简单的原则 就是让人家可以带着这个东西 实际上说 各位来这个标准 并不是为了要听大家讲故事 而是要听到说 我听了各位的故事 我可以得到什么周末 这个周末 才是各位把标准的目的故事 对吧 那 那 我在根据前面的 每一帝带着走的东西 那要怎么带走呢 我自己有一套云业 比如说 假设 这个就是一条PON的实际 最后想 因为大家有听到说 那个以下有平衡点 就是PON 那你这个PON的 你只能听到什么 就是我们人跟实际的组合 实际来说 把这个实际看成一份工作 一份工作 我接到一份今的工作 我会充满透视 我去完成它 如果我会很愿意做 可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觉得 越来越无趣 因为每天都重复一样的工作 我会有自己的平淡无趣 这个时候老板看完说 嗯 我做点还是蛮有调音的 做真心 我变成了店的 好 我的 那个时间都提到了 可能这个结果这个时候 真意变不好了 老板把我调回来 然后店保闭了 我会开除 那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工作过程 如果自己的感情责任 常常会重复这样的情况 我们拿原理人来看 很多我们听到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汪人上班族 都会好几年重复一样的工作 然后等着被开除 等着被开除 或者一直问别人说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重复这样的 有什么感情 从从一直地理到的 非常得到一定的成熟之后 还停留在原地 然后慢慢的 越来越远越远回到原地 所以我就会提到 我就会讲到说 难道我们就跟我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方案吗 我的解决方案是 为什么不解决在 顶东或者是下滑的时候 就要果断离开这个时间 这个部分 这个感情 这一份工作 如果说我们可以拉 有一点来看 假设我们的原生去不同具件 不同曲线的组合 我们的感情没断工作 他说譬如说我毕业了 好 我毕业后 如果要毕业 结果要马上找到工作 或者是交到新的女朋友 好 我就会被复服 好 工作专签 梦想 遵求梦想 可是一般的人 或者是一些 很常找我 就是什么朋友 他会问我说 他就是可能被弹掉 他就要等到 出现到底的时候 才只会增加改变 他一定要痛过 一定要支持过 才会增加改变 所以这个组合其实是不太好的 因为当我们等到一无左右的时候 在传统拔组 其实还蛮可疑的 例如我希望说 我可以在累积足够的组合 或者是别人的肯定之后 赶快把握机会 发出新的一个实现 这个就是 人家去做达的实现式的组合 那关于我大学生的实现组合 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一开始我本讲过的实现 就是说 我在餐厅工作的病房 然后我在开始业务 好 我要出去参加更好的工作 来实现更好的工作 来实现更好的机会 加入联华电子帮 工资政安 加入工资帮 成为特等的成员 然后慢慢的 因为透过撤檔 而表达的进去 加入了会长顾问工资 然后组织串头设计 很开的组织 这些不断的 有这样的组合 所以我说 他想说 其实人家道路的选择 并不一定给你一张地图 然后他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走 你就往前走 其实他运动不断 自我本体 不断去自我协裁的过程 因为 我只有在这个曲线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 我又来到这个科技里面 读了更多的内容 更多的知识 我才知道 我的这个知识 可以应用在更伟大的事情方面 我们没办法理解 很一口咬尽的时候 我这辈子就是做这个目标 这个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这种东西 这些太明显了 然后 如果想要 最后想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说 我没有明确的原则目标 因为我只知道 我要追求去单战 我的东西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 只要用民主卖来说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为了要有报心的患者 听得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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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过程才是成长的 对不起来 这样 好 谢谢刘兵 谢谢